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欧洲研究主任雲志堅和他们分析 Tom 谢谢你 今天在英国伦敦 也抽时间和我们做这个访问 Tom 你好 你好 我是Derek Tom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不久前才提交了申请加入欧盟的问卷 希望最快在今年6月 可以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 求选国 你认为以目前的形势 乌克兰可以加入欧盟的机会有多高 我想要确认一件事 他现在填的问卷不是代表立即进入文 这个是首先是快选了 但是他加入现在填了一个问卷 只是说6月的时候 由欧盟的委员 执委会的主席博特利安 他会将这个访问 放在跟欧洲其他首脑上去商访这件事 那乘数的话其实就一定是进入了一定的 但是时间上来说是会有一段时间 因为欧盟不是说你填了份表就进入了 欧盟不是这么简单 他需要中间还有一个很长时间的 由政治去到经济去到财经 几样的体质上的一些认识 他才会真正加入到 在现在乌克兰已经有一个所谓的 association agreement存在 即是已经是一个成员国的candidate 进入了一定的 但是时间上可能不会说那么快 但是欧盟和北约其实有什么分别 欧盟和北约有很大的分别 北约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 那北约的话最主要进入的话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article 5 就是所谓的共同防卫承诺 就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被攻击的话 所有北约成员国都会用军事去反击和去防卫 那欧盟呢 虽然欧盟整个treat里面是有共同防卫的条款 但是欧盟最主要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整合体 你进入欧盟后可能是神针公约的成员国 人民可以自由在欧盟出入等等 所以欧盟是一个更加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组织 而不是北约一个单纯的军事上的防卫组织 这是一个最大的担当 我们看到之前泽连司机就说 对于加入北约就无望 但为什么今次好像对于加入欧盟又这么有信心呢 那两样东西很不同 最主要当然就是一个共同防卫 这个承诺在北约里面包含和美国的核保护杀 那就是为什么加入北约无望 就是因为如果北约马上收纳了它的话 那可能会将整个战事去上升到一个核战的层面 当然普京亦都是不论识去用核威胁去 又是靠客人什么都好 那它没有论识过用这件事去作为威胁 所以在现在这个战事上算是胶着 甚至是乌克兰占优优的情况 我想是它那个加入北约就相对较难一点 但是欧盟这件事因为它本身 其实2014年到现在它已经是有一个categories在 只不过现在加快了它进入欧盟的程序 所以相对来说的成组当然是高 那个短期化的成组当然是挺有高的 那换言之就是说如果这个乌克兰能够加入欧盟的话 其实欧盟不一定要参战的 是吗? 当然就可以这么说了 但同样地现在那个状态是俄罗斯没有正式宣战 现在所谓的特殊军事任务 所以虽然是战争状态 但是欧盟就算是现在进入了欧盟 也还有一个挺灰色的地带在这里 因为它本身那个 因为绝大部分的欧盟国家 现在包括瑞典和芬能都会在北约成组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欧盟自己的共同华物园是没有出力的 所以真的要在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才可以判断到 如果不是北约会 那个比较高于欧盟的共同华物园 那其实可不可以说一下 乌克兰为什么这么想加入欧盟呢? 就是加入了之后 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那欧盟其实是所有东欧国 加入前苏联共和国的一个叫做终极目标 代表了加入欧盟 代表了加入了这个进步和发达的社会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历史轨迹 那欧盟当然就是收了匈牙尼亚波兰等等绝大奥分 苏联解体之后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后 这一帮东欧联合都加入了这个欧盟 那他们那个 他现在 就是跟随了这一帮持双联共和国再加入欧盟 那他们加入欧盟呢 代表的不仅仅是防华共和发达 而是共同的富裕 他加入了欧盟之后 加入了他的共同的市场 那所以这个是同意 那个意义 我觉得 就是加入了一个军事 是一个同等甚至是更加高的 因为你长远来说 你加入北约的话 你可以终于土耳机 就是经济上的等等都是一个很下达的状态 那但是你加入了欧盟的话 起码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也会有欧盟的很多的资助等等 他会帮助你的经济去拉回去西欧的成为国 就是荷兰啊德国啊法国 拉到那个水平 而且加入欧盟 现在因为李斯坡条约 就是之前签了条约 加入欧盟代表你必须要用欧盟 所以就有一个 如果你加入了去 用了一个advanced currency的话 那你的经济自然是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那你跟单纯家的不业是两个完全不关 或者说两个东西很难对比 赞连斯基就说希望最快就在今年6月可以成为这个欧盟的成员国 那一般的候选国 那一般的候选国通常要等多久才会获批的呢 其实短的说是五至十年都有 那长的可以好像 那当然现在这个特事特办的话就要看看可以在什么程度 毕竟他这个是没出现过的情况 那又是一个战争中的国家 那当然同时间他那个 进入欧盟的条款里面其实都有一条 比较叫做有些障碍的一个条款 就是你要保持你领土必须要严重 那当然这一些这一些的restriction 会不会特事特办法去掉下去呢 那都其实都重要的 那但是主流的政治上 比方政治上面没什么阻力 就是行政上这个条款上有些阻力而已 政治上面握着大部分的成员国 那我想除了匈牙利之外呢 基本上都同意了 亦同意了这件事的了 那当然这些比匈牙利的比较小的国家 虽然名义上它是一个veto right 就是它有一票可以否决权 那但是在这么多个国家的一个政治压力底下 他们都有可能会破的 也都不会出席 那所以就有也都可以是很短期 可以很短期之内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但是你说今年之内会不会搞定呢 那我想就不会有这么快 可不可以更详细说一下呢 欧盟在考虽是否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方面 有什么要考虑呢 那其实首先就是 最大考虑不仅仅是军事方面 始终军事这方面的 就是说现在已经有这么多西欧的成员国 加盟美国提供这么多武器过去 那所以本身军事这方面反而不是太担心 最担心反而是经济的问题 一个这么大人口这么多 但是又这么穷的国家 加入了这个欧盟共济市场之后会造成相当大的创业 尤其是他的人工不会比其他欧洲人低很多的 那同样地一些欧盟上一次的经济 其实就是 欧盟的欧盟机那时候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因为内部经济发展的 补促不一样 所以导致了某些局部机构性过热而爆高的情况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考虑的因素 你刚才有说到这个战争方面 假设乌克兰真的能够加入欧盟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新一轮的俄乌战争呢 我想新一轮就不会始终现在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军事上的胜果其实是这样的 但现在亦都是你会不会随着的话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是说会不会更进一步升温的话 如果加入欧盟的话当然一定是会的 但是同样地俄罗斯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抽空去同时间攻击欧盟呢 就是说是攻击北日成员国呢 那这一样东西我想就算是就算是北京这么有野心的 都会需要三思的学校 因为现在讲的不仅是乌克林这个边境 现在讲的是芬兰的边境 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战线 那如果真的要轻举妄动的话 那那个战事就真的会上升就在平均的法国所上 当然这个也会是欧盟方面的考虑 但相对来说是比欧盟的问题多个欧盟的问题 可不可以讲一下呢 如果乌克兰今次能够成功加入欧盟的话呢 会不会给到北弱压力需要给乌克兰加入北弱呢 如果进入欧盟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加拿北弱都会只在一个时间里面 那同样的 起码是现在的 现在的状况是北弱 欧盟某程度上可以画一个很好 当然北弱是没有核威胁力的 但是其实在欧盟里面 法国其实法国都有核武器 那同样的 你如果有共同防卫的话 理论上也是受到欧盟的其他国家的导致 那所以这一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也是就是指日可待的 那你再之后 但是之后的战事 它会拖到多久 都不知道它那个短期之内 俄罗斯会会松口的感觉 或者它还能打不打得下去 如果现在的消耗是说 对于俄罗斯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那现在是欧美这么多盟友 其实都真正是没有所谓自己的指定兵 在一个在电场上 那所以他们只是提供一些武器等等 这些消耗法 那所以如果真的要真的会extra 的话我想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是 好看当时的战况是这样的 好那由于时间干细 今天跟你谈多先了 谢谢你Tom 谢谢 拜拜 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的内容的话 可以去到本台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入面的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感谢观看